好,我们这节课说马桶怎么选,为什么飞飞要把马桶提到这个前面来,是因为如果你要砖马桶,它分为这个普通的常规马桶和智能马桶和壁挂时的马桶,如果我们确定了,比如说你要砖什么智能马桶也好,还是壁挂马桶也好,我们的水电啊,这些有些东西就要提前去规划去做,所以的话飞飞呢,飞飞说了我很用心啊,我的课程啊,是根据你们的拿到钥匙,然后繁子施工的这个过程来的,所以呢,今天就把这个主菜马桶提, 提前了啊,那马桶呢,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一个是有一个坑具的问题,不管是普通马桶也好,还是智能马桶也好,如果你的坑具没有确定好,你贴完瓷砖以后,对吧,你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情况,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,就是那个马桶啊,离那个呃,背后的瓷砖啊,就那个墙砖有一定的距离,第一个呢,不好看,对吧,第二个呢,还是不好看,然后你放什么东西,它也会掉下来,所以这个坑具就要特别注意,你的是330的坑具啊, 还是400的,这个就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,好,然后我们来说一下,现在市面上我们能见到的马桶呢,就是常规的马桶,也就是普通马桶,还有就是智能马桶和壁挂马桶,来飞飞一一跟你们说一下,说了以后你们就知道怎么选了啊, 如果你家你觉得你不想用智能马桶这些,还有壁挂马桶这些繁琐的,我们大部分的家庭啊,百分之百分之,应该说七八十吧,因为现在其实选智能马桶的也挺多的,所以飞飞今天也给大家总结了啊,好,我们大部分的家庭呢,会选常规马桶,常规马桶要怎么看,第一,一定要看纯水弯道,有没有石油,是不是光滑,这个很简单啊, 你们去买马桶的时候,看到了那款马桶,你伸手进到那个S弯里面去摸一摸,它是不是光滑的,光滑的说明它石油,石油呢,它有用面啊,你以后冲那些排污的那些东西,它不容易粘在上面,不容易造成堵塞,所以一定要选纯水弯道,石油啊,就是摸进去是光滑的啊,那第二个呢,和第三个都是,第二个呢,就是马桶的烧制温度啊,一定要大于1200度,它这样的不容易发黄,也不容易开裂,它的使用寿命比较长, 那右面呢,我们要特别去看,就好像飞飞手上拿的这支油性笔,你可以自己带一根油性笔去啊,不要听销售跟你说,我这右面多好多好,你就拿个油性笔去,去到了它马桶的右面上,你就去画啊,油性笔,画上了以后呢,你不要马上擦掉啊,你在它那里听它介绍,你也告诉它不要擦,然后你等个十多二十分钟,你再去擦,看容不容易擦掉,如果容易擦掉的,这个右面肯定是好的啊,它不容易,它不容易吸收,不容易进一些脏东西, 那么以后呢,就不太容易发黄发暗,你的马桶以后,就是亮丽的,你一擦,它就是干净的,就好像新的一样啊,这个呢,就是马桶也要美观嘛,对吧,你不能看的发黄发暗脏兮兮的嘛,那样很反人味啊,对吧,好,第四个呢,要看的就是清洁了啊,也就是马桶的冲水的方式了, 那在这里呢,不用听什么,飞飞跟你们讲的都是重点啊,你们就按着飞飞说的去做就可以了,选洪西式冲水的就可以了啊,这个冲水力度又大,又节水啊,第五个呢,就是盖板啊,一定要带缓降功能,为什么飞飞要把这个说出来,就是你那个马桶,你们有没有遇到过,没有缓降功能的,就是你不小心把它盖下来,没有拿好,它碰了一声, 万一你们的爱人,你们的伴侣,你们的孩子,或者是父母在休息呢,你晚上把它砸醒了,有些人他晚上一弄醒了,他就睡不着,对吧,所以的话,这个盖板呢,带缓降功能,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嘛啊,这就是常规普通的马桶,我们就按照这五点去选,就OK了,绝对不会有问题啊,来看看智能马桶,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越来越注重这个生活的品质了,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智能马桶, 因为智能马桶啊,它冬天,它那个坐电圈还可以加热,像我们南方啊,还要说到我们南方没有集体供暖,南方的冬天真的很冷,有些时候坐到那个马桶上冰的嘞,本来想要上厕所的,可能都冰的都没有了,对吧,所以的话,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了,所以的话会选智能马桶,那智能马桶呢,第一个点,就是一定要记得留电源,智能智能,它肯定是跟电有关的呀,如果你没有电,你怎么用,对不对,所以一定要在, 马桶啊,马桶的位置距离墙面30公分的地方啊,或者是45公分的地方都没关系啊,留个电源,那第二个呢,还是飞飞说的,你都选智能马桶了,享受的是生活品质,对吧,所以的话要静音冲水,怎么个静音呢,就是低于65分贝的,你晚上冲个冲个厕所啊,也不会吵醒家里的人啊,那第三个呢,我们一定要选,第三个特别重要啊,亲爱的家人们, 很多家人他不会考虑到这个点,但是飞飞太清楚了,所以给你们整理出来,第三个呢,就是一定要选下沉式的水箱带助冲系统的,为什么呢,这种系统的,你停电才能用,要不然你智能马桶你停电了,你连冲水都不能冲,是不是就很尴尬了,对不对,好,那第四个是什么呢,我们要用那个脚杆开盖的,不要是那种智能感应开盖的,就是不管你往那里过一下, 或者走一下,他就会自动趴开的那种,你又不用,就很奇怪,像脚杆开盖的呢,你脚踢上去,他才会开,这样的呢,会比较好一些啊,那第五个呢,就是什么,智能马桶啊,他对我们女性比较好啊,他可以帮女性来洗户,那洗户智能马桶也都有带有洗户,我们一定要选什么,洗户是两个进水口的,什么意思,就是两根进水管是分开的,一个呢,是冲马桶用的,一个呢,是用来洗用的,这样呢,就保证到, 对于我们护女来说,洗户的时候,这个水源的干净,所以智能马桶,你们只要按照飞飞说的这五个点去看,没问题啊,好,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壁挂马桶,为什么最后说壁挂马桶,其实如果你们家不是那种极简风,或者是你个人特别特别的喜欢,飞飞是不太推荐的啊,虽然壁挂马桶,他比这个常规式的马桶和智能马桶有一个好处,就是他挂在这个墙面上,他没有卫生死角,确实你打扫卫生会比较方便,但是, 壁挂式的马桶啊,他,呃,也不像有些博主跟你们说的,什么壁挂式马桶啊,什么烂了以后,呃,什么难难维修啊,飞飞的课,课跟你们说了,是那种很干的干货的课,我告诉你们,壁挂式的马桶同样好维修,因为他的那个面板拿下来就是减修口,你就算哪里坏了怎么样,他都好维修,所以你不要被网上去带节奏,但是为什么飞飞不推荐壁挂式的马桶,我告诉你们,原因就是,贵,价格高啊,然后呢, 做的做壁挂式马桶好的还就是进口的品牌,也就那么两三个啊,那这里不能推荐品牌啊,想要知道的可以问问飞飞啊,所以的话,如果你要考虑预算的情况下,飞飞就不推荐壁挂式马桶了,如果你不考虑预算,你又做的是极简峰,对吧,你又想要家里没有卫生死角,壁挂式马桶是可以选的啊,只是你要接受他价格高,然后呢,他是啊,也就是那么几个品牌做的好啊,也就还是进口的品牌,嗯,所以的话,马桶,大家就 就根据这个来啊,就根据这个来就可以了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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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